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泪 马上要开学了,你们是不是又在为孩子的早餐发愁啊 最近我新学了一个台式早餐,古早味儿蛋饼 很好吃,我做了好几次了 今天就赶快分享给大家 做法简单快手,而且还能变换多种口味 真的是老少皆宜 先调一个酱汁 这个酱汁是蛋饼做好以后可以淋在上面吃的 蒜泥,酱油,香油,白开水放在一起 拌匀就可以了 然后来做一个粉浆 高筋面粉,木薯粉,玉米淀粉放在一起 再加入清水 如果你没有木薯粉和高筋面粉 只用加里普通的面粉也可以 就是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粉浆里加了一点木薯粉 那个饼皮吃起来有一点QQ的 又软又酥又Q,挺好吃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蛋饼的一个特色 拌匀以后过滤一下 然后加一把葱花 拌匀 这样这个粉浆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再打一个鸡蛋 一张饼用一个鸡蛋 开中火热锅 锅里放一点点油 倒一勺粉浆进去 加热一会儿 等到它表面凝固 这个很快的 我这个锅也就差不多是一分钟吧 表面凝固了 就把蛋液倒上去 等蛋液流动性不是特别强了 就可以给它翻面了 翻面再加热个十来秒 它可以在锅里晃动了 就可以翻回来了 这样里边的鸡蛋吃起来是嫩嫩的 不会太老 然后就给它卷起来 这就是一个原味的蛋饼 如果喜欢吃表面焦一点呢 可以多加热一会儿 让它表面形成一个脆壳 出锅切块 淋上酱汁就可以吃了 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路边摊的视频 古早味蔬菜蛋饼 就是在这个蛋饼上面加上好多蔬菜 有玉米 生菜 胡萝卜 然后再倒上蛋液拌匀 还是等这个粉浆凝固以后 把这个蔬菜蛋液铺在上面 那个路边摊做的这种饼是脆的 在这个饼底下放了好多油 盖上盖子焖一会儿 这样熟的快点 等表面基本凝固了 就可以翻个面了 我也加点油 底下凝固了再给它翻回来 再稍微加热一会儿 让底下脆一点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不用卷起来 直接切块吃 我看那个路边摊的视频 就是切成小条 然后可以淋上番茄酱 还可以淋上刚才我们调好的酱汁 我这个底部还不是特别脆 看来我应该再多加热一会儿 但是挺好吃的 营养丰富 还可以做一个起司蛋饼 就是在这个蛋饼上面 放上马祖里达芝士 这个小朋友应该很喜欢吧 然后再给它卷起来 卷起来以后 就让它再稍微加热一会儿 让里边的芝士融化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切块吃了 哇 这个可真棒啊 可以拉好长的丝 哦 还不断 还可以在里边放任何你喜欢的材料 肉松啊 火腿啊 培根啊 虾啊等等都行 真的非常好吃 又酥又软又Q 你们赶快试试吧 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关注哦 拜拜